好,那我们紧接着调音 下一段 若无明显症状 可从一条脊椎及七处原始痛点处理 若属本处体伤所致状的组织受损 则需一段时间才能修复 这期间除充分休息外 以从阴解症 重用内外热源并抚于按推来加速体伤修复 如果没有明显症状 那原始点能不能用 也就是像一般健康的人也没有什么病症 原始点可不可以按推 可以 昨天在我讲课已经提到了 原始点它本身是一个诊断 而且还有加上治疗的功能 那如果这样说你没有疾病 你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按一按 如果有痛点 要不要处理 可以 先处理 因为这个阴已经有问题了 那如果先处理 不用等到它症状出来 那可以防止它疾病的发生 所以简单的讲 这个也就是预防医学 也就是达到自卫病的功能 那治疑如果按了没有效 有症状而按了没有效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这个是属于什么 本处体伤 本处体伤放的案例多不多 太多了 从一系列这样一路 那个放下来太多了 所以我也就不再多提了 那本处体伤一定是重用内外热源 那我这里再放最后一个案例 就是那个婴儿齐善 婴儿齐善治疗案例 患者婴儿男性 地点洛杉矶 2012年7月生的新生儿 一个月大时 被母亲无意间发现 齐步突起 并快速增大 直径约三公分 儿科医师诊断为婴儿齐善 患者没有不舒服地哭闹 吃睡如常 2012年9月 三个月大时 开始以原始点治疗 每天由母亲以手指 轻柔按推婴儿背部原始痛点 并且每天温敷四次 每次约20分钟 温敷部位在婴儿的背后原始点和肚脐 以婴儿觉得温暖舒服为度 2012年10月四个半月大时 齐善开始逐渐缓慢消贫 2013年1月 婴儿已七个月大 睡眠 胃口 排便 体力情况都很好 结论 西医认为 婴儿齐善 多半可自行愈合 年龄越小 越容易复原 年龄越大 越容易婴儿盾 若齐善缺口直径超过两公分 或发生婴儿盾情况 则需以手术治疗 此案例的齐善直径三公分 儿科医师 欲以手术处理 当患者母亲不愿意 以原始点处理此例的结果看来 不但效果联好 未留下任何伤口或后遗症 也不需要昂贵的医疗费 而且治疗方法简单 还能让母亲自己亲手改善孩子的病痛 很有意义 这样全新的原始点医学 值得大力推广 使其成为处理疾病的首要方法 以挽救更多类似的患者 避免手术伤害 也可米凭父母亲的担忧 好 整个原始点它的处理方法 也一系列播放给大家 从前面的慢性病到急性病 到即便指之西医的病名 也可以处理 那如果没有症状 也可以达到预防 那本处体伤的案例就更多了 那这样一路 原始点一路这样研发出来 那也各个志工也一路做出来之后 你们听到这里 你们觉得原始点已经完善了吗 因为一个医学要达到完善 不容易啊 就像我有一次跟同道 也是中医同道 有一次这样的对话 有一次这样的对话 就是他告诉我 他治好很多案例 那很多案例一一举出来 哇 讲了很多 如果你们是我 你想我会不会动心 会不会 因为他的好多案例 然后觉得他很厉害 会不会 事实上我内心当然是不会动 因为当然中医本来就有疗效 自出很多案例也是避难的 但我更在乎的是 到底他能做出什么样的案例 所以我就直接反问他一句话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什么案例做不出来 这句话好不好答 太难答了 他因为跟我讲好多案例 但我反过来问他这一句的时候 他突然间答不上来 但是我这个人 有时候又得理不劳人 我就进一步问 我说你刚刚跟我讲 你治好什么什么什么 现在我问你 你什么治不出来 你却答不上来 那你怎么知道 你什么病能治得好 对不对 你都不知道你极限在哪里 那你怎么知道 这个病你可以治好 他听了又没话讲了 但听到这里 你们会不会用这样来问我 我秀了那么多案例 然后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你们会吗 会的举手我看一下 原来你们也这样 跟我一样的 但是如果我没有提 你们会想到这样问吗 可能就不 也会 有人脑袋还蛮老实的 不过说实在 我这一次来是 真的有备而来 所以 好 我既然敢问人家这样 当然有一招 人家也会问我这样 好 那我就明确跟各位讲 原始点确实还不够完善 还有一些 必须要靠中西医来帮忙 才能解决的疾病 比如以下的这些病 我们来念一下 由急性外伤引起 如脱臼 断肢 粉碎性骨折 异物刺伤等 且需借助特殊方式治疗之症状 可推荐给中西医 如遇大量出血 喘促不堪 呼吸困难等 生命有立即危险之急症 可考虑 从果与从因 两者配合处理 上述病情 若急性期或危险期一过 而还有症状 仍应以原始点方法处理 好 这里第一个 我先提出来 原始点做不出来的一些病 第一个就是 急性外伤引起的如脱臼 脱臼我们有没有办法处理 没有办法 你比如说肩膀脱臼 你按肩部原始点 它有没有可能 骨头就跳回来 那是不可能 这个我们自己应该了解 那再来 比如说不小心被机器压断了 手掌 假设 这时候 原始点可不可以揉一揉 然后温敷就接回来 不行 这时候要给什么 西医 这个就是西医 那前面脱臼 你可以找中医 甚至整骨的 把它整回去 我认为这个都可以 好 或是 比如说 义务刺杀 你 比如说 吃鱼 结果鱼吞进去了 但骨 刺 刺到你的喉咙 会不会痛 我相信 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 那这时候揉 原始点 结果也没笑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是有什么 本处体伤 真的是吃到了 这时候还要不要继续温敷 然后再观察看看 要不要 不要 直接怎么样 去找西医 耳鼻后夹夹出来就好了 对不对 或是走路 不小心踩到钉子 竹底很痛 要不要先揉竹背 揉了没有效 确定本处体伤 然后怎么样 继续温敷 可以吗 不用 就直接把它拔出来就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从果解症 那原始点强调的是 从阴解症 所以像这种 我们都还是主张 直接推荐给中西医 那另外像粉碎性骨折 也是一样 已经断了好几 碎裂不堪了 这个时候用原始点有效吗 没效 那这找谁 这个应该找西医 他把它固定起来 开刀固定 这个是必然要做的 所以诸如此类的 急性外相引起的 原始点 我觉得目前没办法处理 所以遇到了 不要以为什么都能处理 这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藉由中西医的力量 来把这些病解决 好 那下一个就是 其实这一个是 互相合作 也不能说水医比较厉害 因为都到患者快挂掉了 这个有立即生死之宜 我们在变阴早上就有提到 遇到这样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也可以从阴解症 也可以从国解症 救人的方法越多越好 如果他们的方法在那个时候适合 那为什么不从国解症 就像有时候呼吸很急促 带个氧气袋 氧气罩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让它缓解下来 你在温敷一定有效 所以这个是两者 最好来配合 那我们再来 还有一个种情况是 本处体伤 西医或是原始点或中医 都有可能治好的病 那我们来看下面 这一系列的病 某些疾病如白内障 牙痛 耳聋 膳气 肢体组织坏死等 经按推确认属本处体伤后 即使在治疗上 从阴改善体力 或从国处理患处 都可以解症 但为慎重起见 最好还是先从阴解症 若无效 再从国解症也不迟 这一部分就是 如果确定本处体伤 柔了没有效 那这时候本处体伤 原始点可不可以处理 可不可以 绝对可以 那有些部分西医也是可以的 像白内障 也有人这样柔 真的柔好的 也有这样跟我分享的案例 那西医更快 它有时候处理当天就改善很多了 那所以像这种 就是我们都同意 只要即便 从国解症或从阴解症都有效 但我们还是建议怎么样 最好先从阴解症 为什么 当你头部有问题 你按一按 肯定头部体伤会改善 那你加上温肤 对整个循环也有帮助 亦可以防止 以后其他头部的类似 其他问题出现 那体力变好了 因为温肤体伤也改善了 说实在 它即便以后要进行 一些比较重大的处理 那也比较 能够快速修复 所以我们还是主张 先从阴解症 那如果从阴解症没有效 这时候就可以推荐给西医 从阴解症什么时候 人说没有效 到多久 要评估 最长的要评估多久 我们前面在本处体伤有提到 要观察多久 一般本处体伤 最长的修复期 三到六个月 如果超过六个月 就属什么 燃治之症 结果大家都忘了 那 因为可能忘了是 本来要放案例 结果放不出来 有没有 要放一个中风后遗症 要不要再看一下 那我们先补这一个案例 中风后遗症处理案例 厦门彭先生 2009年11月9日 脑出血中风 开颅手术 后瘫痪在床 无法站起 至2011年底 遇到原始点时 双腿以肌肉萎缩 其妻子认真学习原始点理论及手法 帮助自己丈夫 经过一年的努力 中风 造成的后遗症 现已大幅改善 将我的故事 讲给大家听 我老公 就突然这样倒下去 然后倒下去的时候 是 别去动手术嘛 一手一脚 就不能动 四五个月 以后 就 不上门谷 那时候真的没有接触养殖点 就是我一直在装病室住了十四天 然后又到普通病房住了 可能二十几天 总共可能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才住 结果那时候真的是整个心都暖 医生出来 到手术盘出来 跟我讲说 你老公手术是很成功 但是 他的讲话 是要你像教小孩子一样 一句一句的教他 那时候真的 不知道要怎么做 其实 我在中风时候 我自己讲话 跟讲听不清楚 自己听不清楚 对 现在 跟老婆老婆每天每天按摩 一直聊吧 现在 有时候 跟老婆小吵架 又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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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一天可以爬一百多层的楼梯 这个地方 走路小贴司 每天多天 每天早上跟 到晚上一折天 爬楼梯 现在目前爬楼梯 六十层楼 每个棒匣 差不多客厅 走路走路 差不多 不要放手 走路 差不多 十趟 等他每一半个小时 再划山 用呼呼呼呼 鼓手 划山这样 鼓手 出去学习行动 划山 手呢 手是怎么办 手 每五分钟 举手 两只手一空气 三十 四五下 两只手四五下 每一半个小时 做一下给我们看一下 好 看下来 每五分钟 举手 十五下 每半小时 划手 三十下 哦 太好了 我每天都按 每天按功课表 按功课 功课 要自我要求 太棒了 2014年5月15日 帮太太推柔 2014年8月1日 晒衣服 2014年8月1日更换衣服 当然开完刀之后的恢复很漫长 从不能走路到能走路到一步一步的功能都慢慢恢复 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右手 有没有 好像一直都动不了有没有 你看也经过半年这样努力的復健 所以这个就是揉了也没有效 然后温肤什么运动强化他也没有效 经过这样半年 这个就是本处体伤 观察半年之后 如果一点点改善也没有 就是我说的 属难治之症 所以也就是男治之症经过半年 给我们可以给西医 但是问题西医能不能做出来 我就不一定敢说了 也许有些可以做出来 有些还是一样 像这种贪的 以目前医学也可能也是做不出来 都有可能 所以也就是属本处体伤 你们一定要去评估 如果一定要从国解症 就要看从国解症 它付出的代价 如果不是很高 像我说的白内障 那这个OK的 而且时间又快 但如果是像黑脚阿嬷 一根脚趾头黑掉 那西医是要从哪里处理 整个膝盖砍掉 这个付出代价大不大 那代价就大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要怎么样 从阴节症 也就是用原始点 虽然时间漫长 但是整个腿都可以怎么样 保存下来 而且可以修复到好 而且好了之后 很多毛病也可以怎么样 一并的解决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要考虑的 那在这个 这几个方面 我说 有些要借助西医处理 那有些怎么样 有些是要合作 像本处体相识 各有所擅长 那就是看你们 以最小的代价 然后让身体能够恢复 为最大的考量 好 那我们把最后一段也念一下 总之 由急性外伤引起 且需特殊方式治疗 或从阴解症无效的 本处体伤所致之疾病 可推荐给中西医 有立即生死之余者 可从阴从果相互配合处理 除此之外 其余各种疾病 皆适合以原始点医学处理 所以我们这里就做一个总结了 原始点 它目前虽然不完善 但只有在几个方面 是确实要借助 很明确的就是一定要 中西医来处理 第一个结论就是 急性外伤引起的 这个需特殊方法治疗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是什么 重阴解症无效 也就经过半年评估无效 这个就可以推荐给他们 但第二者 他们未必有 未必能够真的解决 但我相信也有部分 或许找他们也真的能解决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推荐给他们 这里后面讲的就来了 除此之外 所有疾病都适合怎么样 原始点 好 虽然它不完善 但它所能治疗的疾病 范围大不大 跟西医比起来呢 认为大的举手 我看一下 好 那这样 三个医学就可以来看 因为当时我跟那个 还是我们重回那个话题 就是我跟中医同道谈的 这个话题 到底你能不能说出 你什么做不出来 也就是 好 从中医的角度 什么是它的极限 好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来探讨 那西医的极限又在哪里 有没有办法 他们是说不清楚 但以我们一路做过来 有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认为有的举手 我看一下 你们懂得还是少 就简单一个例子 西医有没有他处体相的概念 没有啊 中医有没有 有没有 有 我不是说 从经络一路的发展 中医的经络找出这个位置 要解决的是解决什么 他处体相啊 昨天就讲得很清楚啊 这个是中医最擅长 那他处体相在临床上占什么 绝大多数 还记得这一句话吗 也就是多数的疾病症或状 真正能解决的 从症来看 这一道题目来看 中医治疗的疾病 比西医多还是少 多啊 所以从这个 我们先不谈原始点 光就这一点 中医远胜于西医 但你们常常做抉择的时候 你们又找西医 对不对 我刚刚问你们的时候 事实上中医处理的疾病更多啦 你从他处跟本处 一下子就看出来 好 那本处体相 我说西医有办法 但中医有没有办法 状的组织受损有没有办法 有啊 需要的是内外热源 中医有没有内外热源 有 第二个 一针二灸 灸就是热源啊 那三用药 当然他们有些会用寒凉药 也会有人懂得用热药啊 那如果在懂 那内外热源他们也具足 有没有办法处理 壮的组织受损 有 所以这样说来 我就论中西医就好了 从原始点看得一清二楚 他们两者的极限 我说过了 看得太透了 西医症 他处体伤的症 是没办法解决的 所以你看一根指头痛 它能解决吗 一根指头痛常常说 这是内风湿性关节 一搞就搞了好久啊 有没有 要不然吃止痛剂 也会搞好久啊 中医有时候你一遇到高手一针 针对开关就解决了 我看你们听了有一点懵 我放一个很简单的案例 好不好 我们来放一个鸡眼的案例 给大家看 鸡眼案例 朱先生25岁清海人 用原始点治好了多年的脚病 朱先生 左脚第二根足指处 长了一个硬壁大的老姐 疼痛难忍 影响走路 小时候走路总是瘸的 大学时去看医生 医生目诊时经验 做了三次冷冻治疗 冷冻很痛 无效放弃 用过很多治鸡眼的药 如鸡眼膏 大蒜 鸭胆子 高蒙酸甲粉末等 大多具有腐蚀性 都是治标不治本 疼痛没有缓解 反而有更严重的趋势 还做COR激光手术 生了一个很深的坑 最后老姐又长了出来 依旧很痛 最后左脚已经变形 甚至有点萎缩 2012年3月 做了第二次切除术 并检结果直优 看上去那么不起眼的一个老姐 谁会想到她有这么大的威力 经各类治疗仍然是无效 2012年10月9号 第一次接受原始点疗法 志工老师直接给我做了足背部原始点 做完后说 现在你穿上鞋 放心走就是了 我穿上鞋走了两圈 确实一点都不痛了 以前冰冷的左脚也开始有温度了 脚底也开始变得好软好软 我的心里如释重负 所有的烦恼瞬间消失 原来整个脚掌着地走路 会这么踏实这么安全 经过五天治疗 脚不痛了 老姐也越来越小了 皮肤颜色渐渐变成粉色 甚至可以跑步了 到了第九天 结痂快脱落 痊愈直日可待了 经原始点处理 脚底的老茧越来越小 皮肤颜色渐渐变成粉色 情况越来越好 足底前段即将复原 案例总结 原始点是一个全新的医学概念 为我们传播一种健康的理念 它可以解除人类身上几乎所有疾病 不需打针 不必吃药 只用双手推柔固定部位 即可达到明显效果 轻微者可以一次治愈 连癌症患者都能得到印证 然而对刚生下来就接触西方医学的我们 如果不放下我们以前所接受的相关知识 是不能充分理解它的 感恩张昭翰医师及他的夫人 是他们给人类这套健康之法 使我们不再因病恐惧 这就是无谓不失 再多的言语也无法表达我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 在今后的人生中 我唯有谨记老师们的教诲 用心学习原始点 帮助我身边的人 祝愿老师们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合家幸福 2013年1月5号 好 你们现在听到这里 边音也听过了 如果这一个患者来 你们看到还没有下手 就是这样病情的研判 这个是属于轻症还是重症还是种种 你们认为应该是什么 轻症还是轻偏重重偏轻还是重症还是重病 认为是轻症的举手 认为是轻偏重的举手 认为重偏轻的举手 认为重症的举手 都没有 也就是你们的答案 轻症的一些 那大多数都是说轻偏重 对不对 你们判断还蛮准确的 这个很明显 好 第一个它是属什么 局部的 对不对 然后发生的位置在什么 四肢 对不对 这个两者都跟轻症相符 唯一不符的就是 它虽然局部 但发作时间怎么样 很漫长 随时踏 随时痛 痛到都真的都痛苦到不行 好 那这个轻症 顶多就是轻偏重这样的病 这个不是很难治的 但是 第一个它有症也有状 第一个症就是不舒服感痛 只要踩了就很痛 好 那这个症我说过了 是属什么 多属他处体伤 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 让它痛苦那么多年呢 医学它患了那么多家 为什么还是解决不了 因为他都找西医 西医没办法解决 他处体伤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极限 那问题他处体伤又居多数啊 所以他顶多就是给他吃止痛剂 那吃完了痛不痛 痛 继续 好 这个就是他们的极限 其他就不用说了 你看完就知道 那么这样说来 治病的人 因为医学就是要解决疾病嘛 那什么叫疾病 就是处理症 要不就是状 就是这两者 那这样说来 你们认为 真正能处理疾病 最擅长的 是中医还是西医 不要说原始点 就是以中医西医 你们这样看下来 认为中医的举手我看一下 哎呀 我要恢复你们的自信心啊 要不然你们都找西医啊 这不对啊 而且我 虽然我是中医师啦 但我不是故意要为中医讲话 我只是就事论事 好 那这样说来 你们就会奇怪啦 那怎么 你们 为什么会选择西医呢 你们是迷惑在哪里 你们有没有想过 既然中医 很多疾病是可以处理的 但 你们却不选择它 而选择 不能让你们症状解决的 的那个 是吧 为什么 好 我跟各位讲 答案 我一路研究 中医不是不行 因为中医太老实 他 不会处理异常 而我这里提出一个异常来 就是我昨天一开始讲的 什么是异常 西医检测出来的 异常的形态与指数 中医没办法 只要西医造出来 高血压 好 惨了 高血压他马上吃药马上降 了解吗 那中医有没有一种药可以让他马上降 没有 当你造出来有肿瘤的时候 西医一刀就把它不见了 对不对 可快了 中医有没有办法 没有 而且可能越吃越大 那越吃越大不是坏喔 了解吗 我已经教你们辨证 如果体力变好 症状虽然看似恶化 但是这个是好转还是恶化 总体还是好转啊 以生命的角度切入来判断 这个是好转啊 但很多人连 我说过连判断 好转跟恶化都不知道 包括你们 那这样来看一个医学 能看得准吗 当然看不准 所以其实 在中医就是 不会处理异常 那古代也没有异常可处理 几乎很少 没有医器 你怎么有那么多的异常 包括什么高血压 糖尿病有没有 肿瘤什么皮肿大 肝硬化 有没有这些病 没有 是西医借助科学仪器 而把我们造出来的 列为异常的 他们称为疾病 那这个就 就把整个中医怎么样 打趴了 打趴了 事实上中医一路研究的 就是解决症祸状 就是疾病 疾病不外就是症祸状 跟异常无关 我已经讲过了 高血压会不会 产生脑中风 或是异常 这些会不会 肿瘤会不会产生疼痛 就是我下一个单元要提的 所以如果原始点 不把这个说清楚 以后不止中医会被打趴 即便我放了那么多 你们也都同意了 原始点虽不完善 但也已经能够处理很多疾病 有一天 原始点也会因为不能处理异常 而被打趴 会不会这样 所以原来医学 已经玩到有一点偏差去了 医学最重要的是在观念 而不在于科学仪器 工具 设备 不在于这个 因为观念一错 如果就像你症状都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他处或本处 你就无法把他们的症状解决 而这些科学仪器 造出来的异常 能代表疾病吗 古代如果没有仪器 这些都不算病 但今天西医说这是病 要处理 所以中医就是在这样 因为他们有发化前 所以中医在这种情况下被打趴了 不是中医不行啊 所以我感叹良多 我一路研究原始点 就是在这一点上 你们也看到那么病 这个肌炎有多难吗 就这样两三下搞定了 他们处理了那么多年 然后就在处理异常 一直割它 异常割了会再怎么样 长出来 肿瘤割了一样再长出来 一样的道理 所以对于异常 如果要把它说清楚 如果不说清楚 我跟各位讲 一定到最后还是劣弊足良弊 现在中医被淘汰了 将来原始点 也可能被西医打趴了 也淘汰掉了 那受害的是谁 你们可能会为一些异常 忙碌一生 然后为一些简单的症状 行医无门 有可能吗 有喔 我听说是这样的 吗 我听说是这样的 有什么之间 这会那么多 是这样的 最后就能够